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Inari Ametong-Bahad 暂时的出现了一定的弱点 让我们来闲聊这家公司 Inari呢,由于智能手机的销售有所放缓 射频Radio Frequency 射频的那个销售额预计将在第二季度 2023年小幅下降大约4% 使到Inari呢,全年降幅会达到5-8% 除了开发新的奇迹之外呢 Inari的管理层还强调 他将专注于吸引更加多的客户 还有把他的产品多样化 以减轻对单一客户量的高度依赖 同时呢,Inari呢 也已经把他增加的成本压力 和疲弱的RF的那个销售 纳入他们2023到2022整个盈利预测 基于35倍的P Ratio 对于整个2024年Earning Perche来算呢 维持着优于大势的目标价 3.74令吉 这是由Public投行解出的 股息收益率方面呢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毕竟呢,在科技股上面呢 可以看到股息收益率 大约为4%的股票呢 并不多见 第二季度 2023年的整体预期呢 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在这个季度呢 RF的销售额为63% 其次是光子 光电子的产品占29% 仿制要占8% 由于5G的光纤产品的市场部署呢 进行比预期还要来得缓 导致光电子业务的装货量有所下降 导致整个销售额同比是下降的 Inari管理层也指出了 跟新手机相比呢 RF的业务得到更加多的 传统手机的支持 第一季度的资本开支为2900万令吉 并且计划呢 在第二季度呢 分配6000万令吉 整体的成本还是不断的在加大的 有鉴于电费大幅上调 导致每月增加120万令吉的额外成本 加上每周工作时间缩短 导致的一个加班费的津贴有所增加 预计未来几个月的利润率 将面临一定的压力 为了减轻这一方面的Inari 管理层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呢 它将制造工厂安装太阳能 并对昼夜温度和灯光进行一定的控制 除此之外呢 Inari呢 也会在它的新产品中 显入ASP的调整 但鉴于利润丰厚 现有的产品呢 并不限任何的大的调整 Inari的P21工厂呢 扩产完成 和麻省理工学院IMJV的合资企业下呢 它已经在P21工厂开始运作 专注为Inari 还有它的客户消费 定制自动化解决方案 和字面上称为OSAT的一个设备 更好的为顾客呢 节省它的成本 建立了电器机械软件 一体化的核心设计团队 除此之外呢 Inari最近完成的P21工厂的第二阶段扩建呢 将占地面积呢 从4100平方英尺 增加到9700平方 另一栋P34的产房呢 这个工厂的占地面积为 680千的平方英尺 目前正在以60%的使用率 为内存客户和汽车系统模块 SOM呢 进行的运行 剩余的40%呢 占用率呢 分产品 Inari的管理层呢 现正计划呢 将一个开放式的停车厂呢 改建成一栋11层高的建筑 并且呢 里面会有7个生产层和4个停车产层 直到P34的工厂总建筑面积 达到1米平方尺 P34的Block D的大楼呢 可能会迎合来自中国的跨国客户 除此之外呢 Inari还在附近获得了一块 五英某的土地 并且计划呢 建造一座P89的工厂 当然Inari呢 也渗透到菲律宾的新产品 除了在CK1和工厂 提供光纤模块 光偶核气 IC或者是密封封装等 传统产品之外呢 菲律宾的业务还计划呢 建造一个新的四层工厂 占地面积为233,650平方 因此的CK3 以满足它的需求功率 模块还有高纤光束 Silicom, Photonic等产品 值得让我们注意的是呢 光偶核气主要应用于汽车 和一些工业领域 同时呢 在看到由于汽车和工业领域的 严格资格的 而出现之后呢 Inari呢 预计呢 最后一个季度 将会有大量来自于 高功能率的LED产品订单 Inari这家公司呢 也是缺少一些目标的 有鉴于半导体的支出 有所放缓 Inari的新客户呢 的那个销售目标呢 也会再推迟到 2024才这年 于此同时呢 Inari的管理层也认为呢 它的客户目前的库存水平 相对比较 光电和仿制药领域 最糟糕的时期 也可能已经过去 当然投行也是看好 YSIC这个项目的 拥有54.5%的股权的 EU半导体国际公司工厂 有望于2023年 第三季度完工 首条生产线呢 将于23年第四季度建成 它为中国本土提供 优质外包的那个 半导体封装和测试 OSAT的服务 尤其是对智能手机 比如说一些大容量的 和一些电动汽车 高价值的行业 因为这两个领域呢 都有着不错的力 让投行估计到的是呢 YSIC在充分利用后 可能会产生高达 10亿人民币 折合码币约 6.5亿令吉的可观收入 近期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Unity这家公司 减轻对RF Product的 一些潜在风险的担忧 尽管呢 有报道称 一家主要位于美国 智能手机制造商 目前正在开发 一种一体式内部芯片 这个芯片呢 会 会为其设备呢 提供 FoFi和一些蓝牙的功能 但Inari 管理层却表示呢 RF产品不可能呢 会被轻易的复制 因为在频率和精度方面呢 复杂的过程 与WiFi和蓝牙相比 更加的困难 Inari的管理层 也相信在未来 两到三年内呢 RF的增长在客户 和终端客户中呢 保持着不变 如果Apple成功研发出呢 它的设备所需的 所有类别的芯片呢 大略粗略估计表明呢 Inari对全球领先 智能手机制造商的收入 直接影响仅为 17到18个percent 因为呢 公司贡献了 约20% 占Brockholm的年收入的百分比 以目前股价来看呢 让投行 Public Bank投行认为 负面消息 已经完全反映在 Inari的股价上面 或者呢 考虑到呢 效率还有规模 成本的优势 还有跟踪 Apple可以直接将 它的组装和测试工作 外包通赏给 Osset有的合作伙伴记录 有鉴于美国的 高营运成本结构呢 让他们认为呢 苹果扩展到 Osset领域外的机会呢 是比较渺茫的 整体来说呢 Inari呢 整体一直以来 过去到现在呢 成长在科技股方面呢 都是不错的 股息呢 也一直有派发回归股东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想要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